最新航母福建舰上 說有3號電磁彈射跑道的頂棚拆了嗎 因為圖上有人說 是啊是啊看起來是拆了 然後有專家就說 這個就表示是什麼 艦載機彈射試飛已經進入倒數 即將要展開了 當然也有台灣的專家說 幾個月前那個電磁彈射系統 已經安裝完成 為艦上提供穩定的電力供應 所以下一步應該就是 測試殲15T艦載戰機了 事實上就是香港南華早報 那麼有這樣的一篇報導出現 上面還有圖片 然後似乎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可是賴老師從你的這個軍事眼 你怎麼看這一則訊息 目前的西裝還在進行中 它有三條跑道 那主跑道一二條 那第三跑道是做備用跑道 那第三跑道 因為美國的福特航母是四個跑道 還多一條 但是中國的跑道是比較長 所以中國的這個跑道比較長的話 它的那個推進的那個載動 可以頓位可以稍微再大一點 目前來講 那麼已經看到了就是第三跑道 已經是頂篷拆掉 對 第一第二跑道的頂篷還沒拆掉 所以時間不會那麼的快 那基本上來講 當初裝頂篷當然是一方面是為了施工方便 不受雨天晴天的影響 都可以在頂篷內來施工 二方面也可以避免美國的情報 特別是間諜衛星不斷的去造勢 去探聽你的情報 那目前是完工了以後就可以把它拆卸了 拆卸了以後 但是基本上要三個跑道都拆掉 就是三個跑道的頂篷都拆掉了 大家也觀察到說 這個福建號的旁邊的這些雷達 也都裝上去了 那它的整個西裝完成了以後 它就當然就會離開了 那我們就開始進行海測 那進行海測海市會有好幾次 那基本上我們會先看到的就是 一切都完備以後 會在一個比較安靜的 或是比較安全的一個地方 可能你會看到 先會有掉幾架 這個潛艦機 就是艦載機先上去 然後開始要進行推送 那推送如果第一架上去都沒問題的話 那之後的第二架第三架都沒問題 現在大家比較關注的 因為在這是中國第一次 用自己的電磁彈射 把這個艦載機推上去 所以它是考驗飛行員 本身的操作的性能 過去是用滑躍的嘛 所以它是靠著噴射的那個 後座用力去有一個擋板 去推進它的時候 但是在加速 現在是用彈射 好像彈弓一樣把你射出去 然後這個當然是操作的方式不一樣 還有一個部分裡面就是 就是有關於空警600 空警600才是關鍵 到時候要試射 預警機 預警機如果在彈射上去的時候 那才代表真正成功 好所以你剛剛講到了嘛 就是說要先海試 海試最起碼要先試過 對 順利然後才會有這一步啦 對 艦載機彈射試飛才會有這一步 那現在目前呢 它沒有所謂的海試的話 而且這只是一個跑道的頂篷拆 因為它不會在 要通通要拆 不會在靠港那個地方 來進行那個起飛 不會的 所以有的人說 可能8到10月都有可能 甚至有人說 會不會去挑10月1號 這個當然說法很多 評論也不少 可是就剛好劍爆 今天我們講這個訊息 劍爆日 就剛好在7月11號 所謂的中國航海日 說除了大海還有海軍的專屬浪漫 600多年前這一天 中國航海加正和率領龐大的船隊 開啟七下西洋的壯麗航程 大海成為施展才華重要的舞台 可是要講講中國大陸 你說現在是不是其實你說要讓海軍 讓大家看到那個像下餃子 一般的造船能力的話 也要來看看民間 哇這個造船業接單 真的是不容小覷 亮哥說中國已經是 接單量佔全球8成 大幅度的領先南韓 這個當然英國造船 海運業分析機構也有數據 說6月預定量95艘 中國拿到了71艘船舶訂單 就佔了8成用多第一 南韓也只好就這樣子被中國超越 不是超越 是南韓沒有辦法再接單 它全滿了 是 滿了 所以新的船單都是 因為中國的船屋還在擴建 是 所以是韓國已經滿了 它已經沒有辦法再擴張了 因為 事實上這個現象不是從這個月開始的 上個月就開始 只是比例差距沒那麼大 那中國大陸上個月就已經超過50%了 那這個月進一步變成80%了 那未來恐怕都是這樣 所以南韓如果沒有辦法再建新船屋的話 因為它沒有把握 它沒有把握 大概人家也 就是你在外面幫人家製的船多了 那個口碑就會開 對 那本來是韓國領先很多 那現在中國大陸追上你的品質 讓人家發現可能在中國更便宜 所以你就沒有單了 所以這個跡象看起來已經 就是不會是一開始 韓國我第一次看過一個數字是到明年它都滿了 到明年 多滿了 現在我們要來看一下 今天其實在網路上面很發燒的一則新聞是什麼呢 就是寶格力這個品牌 今天好像得罪了很多大陸的網友 為什麼呢 因為你官網上面怎麼會有 中國香港有中國澳門的 這是他們覺得應該有一個中國台灣才對 可是怎麼會是台灣前面不加中國呢 引起了質疑 是不是這寶格力這個精品品牌 把台灣列為一個國家了呢 然後寶格力呢 在第一時間有一個最新的回應 只有一句話 說是這個網頁技術問題造成 然後隨即在剛才才又再補發了一封聲明 這個聲明呢是 寶格力公司尊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立場 一如既往堅定不移 品牌在海外官網上 因為管理疏忽發生的店舖地址和地圖標示誤註 今日發現後已立即糾正 對於錯誤深表歉意 還說誠摯感謝網民的監督 正在聯動第三方國際服務商 確保正確標示海外官網的相關國家和地區 特此聲明剛剛最新發出的一個道歉聲明 道歉聲明算是也來得夠快了 這個亮哥怎麼看 因為它這個是中文網站 如果是英文網站大概就算了 可是因為它是中文網站 那這個中文網站事實上2018年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應該看到特殊的是怎麼這個時候會被點名 因為2018年它就被點名過 可是它還是沒有改 這一次它做了處理 所以就是氛圍不一樣 那為什麼這次會被點出來 這2018年就已經的錯誤 還有那今天又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趕緊道歉 而不敢再置之不理了呢 因為現在氛圍不一樣 而且奢侈品真的市場中國為主啊 為什麼 是對義大利最近的表現不滿意嗎 義大利本來就是奢侈品重要的國家嘛 跟法國一樣嘛 是 那那個Maloni不是即將來參加那個國際 那個高消費品展 那寶格利一定是其中之一嘛 是 所以它當然不能壞了這個機會 是 還是因為跟最近說要退出一帶一路有什麼關係 所以就有點得罪 那個比較複雜 那個 那個 我不認為這個是政府關係啦 你這個是講民間 應該說民間現在對這一類的問題 反應比較激烈 然後奢侈品在中國大陸的佔比 消費的佔比 它沒有辦法放棄這個市場 所以它不要惹出任何意外 應該是這樣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是我們不放棄 讓真相被聽見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因為這個APP非常貼心 中天的新聞直播節目 全都在裡面 一次滿足